他曾炮轰总统府,却才并办免费学校,支持女权运动。 继我努学舍八四年前的,今天1933年的9月22日,民国风云人物陈永明于世长此。 我们所熟悉的陈永明似乎只是那个在课本叙述里,炮轰广州总统府是宋庆, 林女士受惊流产,让孙中山先生狼狈而逃的反革命,军阀然而真正的历史,又距离我们那样的遥远。 在不同时两中,我们看到的陈永明又完全不受我们想,像中凶神恶煞,令人可不得跪着手。 他秀太出身却观念先进,敢于实践,不怕牺牲不续私财,早年参加黄花港起义, 亲自担任赶死队第四队队长组织,共和军,武装反对袁世凯称帝主持阅政期间, 他兴办学校,力挺女权,实践联省自治,支持司法独立,大力禁毒禁言,扶持民间企业等等这种种举措。 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有见于此,我们在陈永明世事纪念日之际。 陈永明一,裁建军队,以支持教育回顾陈永明一生, 他最重要的政治舞台非广东莫属,主持人正期间造福议法, 其中文教领域建树颇多,但常常为人所忽略, 实得今天的我们了解一番。 陈永明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对于新文化运动亲母有家护法运动为他提供了底, 一个在此方面实现暴富的契机。 1917年护法运动轰轰烈烈展开1918年, 北京政府总统孙国璋,下扎,被包括广东在内的护法各省的讨伐, 令陈永明率月均入,祝福建张州在闽南二十六县,建立闽南护法区。 1919年9月,他在张州发布振兴教育令, 把改良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 列为当务之机陈永明,一直希望在华南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 当时月均驻团敏南,受到气聚广州的跪系军阀的排斥,又受到福建晚,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困难, 但他仍表示月均愿结一缩时筹集五万元作为在广州筹办西南护法大学的经费。 1919年中,中国留法先鸿简学风头正进社会名流, 纷纷支持声援一向重视教育的陈永明从自己的军费中拨款十万粮余几资数据统计, 占了当时总募捐额的四分之一邓小平、周恩来、聂荣珍、李立三、李富春、王若飞等一大批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和缔造者, 都曾复法勤工兼学,其中所需经费自然少不了陈永明大力奉献的。 陈永明末1920年窃聚广东的桂系军阀大举进攻, 闽南护法区越军在并不占优, 是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一举收复广东干年12月, 刚刚回到广州兼任广东省长的陈永明马上礼聘陈独秀, 来广东筹建广东教育委员会陈独秀, 愿意就认诞为了保证教育建设的效果, 提出出任教育委员长的条件, 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波作教育经费, 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 陈永明全部答应每逢省属行政会议, 陈永明都邀请陈独秀在身边就做一事, 极大的尊重和支持陈永明还曾在会周府和美洲, 街阳等地兴办免费的公立学校关注以上行为, 我们可以想见教育支出在广东省的财政支出中占很大的比例, 其中1921年,广东教育经费预算为153万余元, 1921年,在陈永明、陈独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由华人自行管理运营的岭南学校农学院成立, 尽管才正捉心见肘, 陈永明仍然在教育支出上毫不含糊, 欣然答应拨给30万元作为开办农科大学的设备经费, 还保证自1921年起, 每年提供10万元的经常费, 但随着1922年陈永明被免职, 次年退出广州, 岭南学校终究随着陈永明的身影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陈永明部激战光复惠州素描二, 重视女学以提倡女权陈永明, 早年曾在广东法政学堂读书, 与国民党元老, 后来的西山会议派领袖邹路等人士同学。 1909年10月14日, 广东省资议局成立, 陈永明有幸当选为资议局议员, 并先后被委任为常驻议员和法律审查会会长。 在1909年资议局常年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陈永明提出振兴女子小学一套, 他认为女学为教育之根本, 然而广东由于风气未看, 对于女学的创设还不曾注意, 因此主张签办女子小学, 后办师范学校, 这主要是考虑到女子小学创办与经营所需花费并不算多, 办理难度较小, 1911年11月, 广东光复, 陈永明被推举为广东副都督, 与都督胡汉民一起创建广东军政府, 常理岳正, 陈永明曾担任晚清资议局议员, 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 胡汉民曾在日本留学学习过政治学, 可以说二人均对于西方宪政有着较深的认知, 以陈, 忽为首的军政府, 于是以三权分立, 为广东省政府的指导思想, 并在制约政纲中确定, 在军政府时期, 设置临时省议会为立法机关, 1911年12月18日, 广东省临时议会正式开会,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临时议会议员选举, 采取比例代表制, 其中明文规定女性代, 表示人儿女性议员的创制, 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举措, 不但在中国是破天荒的, 是在当时的亚洲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 这其中就有陈炯明, 搜独党人的努力, 争取这些女性代表, 也就特别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权利, 在议会中表现活跃。 但令人遗憾的是1912年8月, 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组织法, 并没有女子参政权, 一向同广东临时省议会章程相比, 无疑是一个倒退女子, 不但没有被选举权, 且被剥夺了选举资格, 因此广东女进积极发声大力呼吁各界人士支持, 女子参政并运动男议员在请愿书上签名, 虽然最终由于时局动荡等原因, 并没有收获理想的结果。 陈炯明晚年生活拮据, 甚至一度连温饱, 也不能解决918事变后有日本人, 送他8万元支票陈炯明, 在送来的支票上打差汇环, 并可排了受冻也绝不受之, 以丙套用一句老话, 公道自在人心。 1933年陈炯明, 并是与香港陈家收到各方晚联达三千多幅陈立夫、 邹鲁、张开严、吴佩孚、段继瑞、 居正、陈明书等民国名流均有送联。 因家中无钱下葬, 只有一张行军床, 用来停尸连入殓用的, 都是其母亲备用的官。 沐鲁就存放于香港东华义庄1934年他的九部, 发起募捐活动社会的戒分分, 捐资其中包括有汪精卫、 陈继堂等人1934年4月3日中葬于慧州西湖旁, 紫威山一带人物满怀着无数少未实现的理想撒手人寰, 但我们相信陈主明和他为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努力。